天下温州人聚焦温州人天下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下温州人节目 2012年5月在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赵启正的推动下 温州市政协牵头成立了温州公共外交协会 这是全国第一个第四级的公共外交协会 从着力构筑载体积极开拓创新 从重点做好抓学习提高公共外交理论素养 到抓宣传树立温州形象打造政协品牌 抓交流凸显温州公共外交人文内涵 抓服务完善工作基础和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 温州公共外交协会不负领导和人民的期望 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公共外交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012年6月上海温州商会会长丽玉平率上海商会考察团 赴法国卢森堡进行民间交流访问 受到两国议会议长的会见与接待并举行座谈 2013年7月前嘉鹏副总理兼外长 59届联合国主席前非盟主席让平先生 回到祖籍地中国温州了解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 这一渐渐看似严肃而隆重的事情 其实这背后的主要人物是温州人 不管事件所涉及的是经济合作还是文化交流 他所展现出来的就是最平凡最直面的民间公共外交 温州人在异国他乡创业发展的同时 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社会地位和影响 从事着多种方式较大范围的公共外交活动 或参政议政或经贸往来或文化交流或公益慈善 建立了遍布全球的温州人营销网络 为更好的向世界传播温州城市形象 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成了名副其实的民间外交家 2012年3月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赵启正来到温州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公共外交进行调研 他说温州拥有众多的民间外交家 要好好利用这个资源 于是赵启正提出温州要发挥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人走出去发展积累的经验与优势 建议并促成温州公共外交协会的成立 用实践推动我国公共外交理论的发展 两个月后温州市政协牵头成立温州公共外交协会 温州公共外交协会成立以来 推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活动与举措 举办公共外交主题讲座 邀请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来温举办 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报告会 容纳着500余人的报告大厅座无虚席 举办国际金融形势讲座 2012年8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回到温州 做了题为全球挑战与策略应对的主题演讲 承办中美对话论坛 2013年5月温州公共外交协会 承办了中美文化和经济合作对话会 协会两度与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合作 分别于2012年8月 在北戴河共同举办了 全国第一个公共外交专题培训班 2013年5月举办公共外交理论高级研修班 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赵启正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刚 外交部非洲特使中建华等资深外交官 即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院所的专家们 围绕公共外交的战略与策略 新媒体与公共外交等主题 为学员们进行了授课 以文化交流为重点 高筑畅响温州好声音的国际舞台 继马来西亚竹模法师百年诞权纪念系列活动 意大利艺术州国际服装设计师合作与发展论坛 中国国际龙州文化节 继唐河龙州拉利赛等一系列 温州重要涉外人文交流活动后 温州公共外交协会又参与协办 世界温州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展跨文化学术交流 在上海万和集团董事长郑浩先生的支持下 两年来与浩美术馆温州馆共同举办了 罗忠利当代艺术展 3553艺术展和韩国当代艺术展等四个大型国际艺术展览 2014年更是将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 中国馆巡回展的全国第一站放在了温州 2014年新年在温州大局院成功举办了中意新年音乐交流会 3月旅和画家谢全画寄情家乡 带着他的作品回到温州 欧峰湘韵作品展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工成功举办 这一系列涉外文化交流活动 为塑造温州国际形象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发挥了主导作用 温州公共外交协会积极鼓励各理事单位和个人 展开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公共外交实践 从这个民间外交部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民间外交家 他们用温州人独有的方式 在全球讲述中国故事 向世界传播温州声音 2012年8月 温州公共外交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北京温州商会承办的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 这是温州人主动有为的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生动案例 这是继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之后 又一个助理中国民企走进非洲的平台 温州公共外交协会成立以来逐步从模糊认知到公共外交深入人心 从当初的紧张筹备到现在各项活动有条不紊的展开 这充分体现出温州开展民间外交的实力和能力 我们相信温州公共外交协会的未来将是一片阳光 10月20号下午温州一家人女主角周阿宇 广州温商陈慧秋把汇利购进口商品保税超市带到了家乡 这个温商贸易回归项目位于温州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 面积超1000平方米 为我是目前规模最大的进口商品保税超市 市领导陈昊、施爱珠、卓高柱、胡刚高出席了保税超市的开业活动 我是目前有温级海外侨胞68.8万人占全省的三分之一 分布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 这成为贸易回归的基石 政府搭台、乔商畅戏 汇利购进口商品保税超市就是温商贸易回归的典型项目 它通过跨竞购O2O线上商场对接线下体验直购店的模式 为市民带来在家门口、海淘世界各地进口商品的消费体验 汇利购进口商品保税超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为进口保税商品现货区 另一部分为线上商城的样品展示区 其中,现货区的商品可以直接买回家 而样品区的商品则需要通过扫一扫样品前面的二维码 进入汇利购线上商城购买在邮寄到家 保税超市并不等于免税商店 在这里下单是需要被征收一定税费的 为什么选择这个项目回归 项目运作中得到了温州有关部门的哪些支持 对于温商回归政策 温商们还有什么更多的期待和建议 为此,记者采访了汇利购进口商品保税超市的董事长陈慧秋 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遇 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是在国外经常会看到很多好朋友 大包小包的,就是操纵 现在就觉得国内的一些东西不是特别质量的问题 可能食品问题啊,他说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东西,连水,小孩子喝的水都在国外带这样 而且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辛苦,另一个成本也很高 后来呢,我们后来我们不是一直以来在宁波有做一些国际贸易进口的嘛 原来是没有开这种东西,只是在自己在做贸易 后来就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项目 因为很多人都有需求 其实你说项目的好与坏,我觉得应该是老板性有没有需求 如果他有需求,他有市场 所以我们就,当时呢 丁温州呢,也实际上市委市政府整个对温商回归 贸易回归都特别,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力度 希望我们这些作为温商也能回来回归 所以我们就,后来就,那还是在温州先开吧 就是这样 天下温州人,聚焦温州人天下 这期的天下温州人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